大家好,欢迎来到Jai Talk Dry Talk之旗案实录,我是小A 我是小豆 在开始讲今天的案件之前,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每天这么辛苦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买很多很多名牌或者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是为了吃饭的时候不用看价钱呢? 但对于更多人来说,推动他们辛苦工作的 很可能是为了买到一间理想的屋 本来买到自己的Dream House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但对于今天这宗案里的一家人来说,这一切简直是一个噩梦 在美国新宅西州有一个一家五口的家庭 爸爸Derek Brothers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 他为人尚进,经过多年奋斗之后 他成为了一间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有一份不错的收入 Derek很疼他的家人 在他事业有成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花点钱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于是在他40岁生日之后 他就决定跟老婆Maria买一间大一点的屋 让一家人住得舒服点 两夫妻子中了Westfield这个城市 因为当时那里是美国最安全的30个城市之一 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区 这样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也比较好 加上老婆Maria自小就在这个城市长大 她父母就住在附近 有什么事都可以多个照应 这些因素都令他们好心仪在那里置业 在2014年6月他们就以135万的价钱买了林荫大道657号一间有6个睡房的大屋 这间屋建于1905年已经有足足100年的历史 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 但就一点残疚的感觉都没有 眨眼看起来还比附近的屋更有气派更加宏伟 Brodus一家本来打算简单装下屋就搬进去住 然后就卖了旧的屋套现一笔钱出来还供楼的贷款 但当一家人都只在为搬新屋而高兴的时候 一场噩梦就向他们走来 就在他们买了屋价价三天之后 有一晚Derek一个人在新屋游场游到好夜 临走前他顺便把游箱里面的信拿出来 那里有几封帐单和一个白色信封 白色信封上面写着《吸新屋主》 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荫大道657号的新屋主 请容许我欢迎你来到这个社区 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 是不是林荫大道657号的神秘力量呼唤你来的呢? 这几十年来 林荫大道657号一直都是我家族的使命 我爷爷在1920年代开始看守这间屋 我爷爷在1960年代开始看守他 在他即将迎来110岁生日之際 现在就轮到我了 我是谁? 在每天一千上万经过林荫大道657号的车 我可能就在其中一辆里面 在林荫大道657号的窗网出去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外面漫步 或者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你有小朋友 我见过他们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数到有三个 你是不是想跟从我的要求 用年轻的血液填满这间屋? 你旧那间屋对你的家庭来说太小了? 还是贪心把你们的小朋友带来给我? 我会知道他们的名字 然后就会召唤他们来我这里 欢迎你 我的朋友 就让派对开始了 全名 The Watcher 这封信的内容令人觉得很不安 Broaders一家都还没搬进来 最多只是来参观过几次 但这个叫The Watcher的人 就说得出他们一家有三个小朋友 让人感觉他好像在监视他们一家一样 而且他还对三个小朋友很有兴趣 到底对The Watcher是什么人? 他到底想怎样? Derek看完封信之后就吓得立即报警 不过警察来到之后就说单凭一封信查不到什么 很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 又问Derek知不知道自己得罪过什么人 同时他们又叫Derek收好装修工具 以免被人拿来用作其他用途 Derek仔细地研究过封信 他发现当中有一句 我叫Woods夫妇帮我找新鲜的血 照样看他们是有听从我的说话 这一句是不是代表The Watcher 和Woods夫妇是认识的呢? 为了查证他的想法 Derek写了封email给前屋主Woods夫妇 问他们知不知道The Watcher的事 很快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收到回复 Woods夫妇说他们在临任大道657号住了23年 从来都没有收过这些信 不过就在他们临搬走的前几天 他们就收过一封The Watcher的信 信中内容和Brothers他们收到的差不多 不过当时他们都没有特别在意 看完就丢了 第二天 Woods夫妇和Maria再去到警察报告 他们都有收到The Watcher的信这件事 警察再对封信进行调查 在信中他们找到另一个线索 信上的邮卓显示 这封信在6月4日由新泽西州北部的 一个邮件处理中心处理 在这一天 临任大道657号 已经被买出的消息都还未被公布 连装修工人都只是到了屋一天 更快就知道临任大道657号买出的 就只有住在附近的人 换言之The Watcher很大机会就是Brothers的邻居 就是因为这样 警方在Maria临走之前特意提醒他 不要到处和人说The Watcher的事 因为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自从Brothers一家收到The Watcher的信后 家里接连发生怪事 例如花园有被闯入的痕迹 装修工人插在门口的牌又无端端被人拿走了 因为出现了这么多怪事 两夫妇都开始有点神经紧张 例如他们在出席邻居搞的迎新烧烤活动时 就全程都很紧张地留意附近有没有可疑人士 又不让小朋友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有一次一对邻居夫妇来参观他们的家 女人只说了一句 附近有些Young Blood真是好 当中的Young Blood只是一个日常用来形容年轻人的词语 但Derek两夫妇都马上很紧张 两个星期之后 他们又再次收到The Watcher的信 今次The Watcher在信的开头直接写Mr.&Mrs. Brothers 虽然当中的Brothers串流了一个D字 但很明显看得出The Watcher已经知道了他们一家的身份 不单是这样 The Watcher在信中又可以根据三个小朋友出生的先后次序 写出他们的名字 证明了The Watcher很可能就是他们的邻居 有机会在透过跟他们一家聊天 或者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三个小朋友的名字 在这封信里 The Watcher写着 再次欢迎你来到林荫大道657号 我看到工人很忙碌 他们卸下了很多物品 垃圾桶很漂亮 对了 你们找到墙上的秘密了吗? 不过你们迟早会发现的 我很高兴知道了你们的名字 以及你们带来的年轻血液的名字 你们一定经常都这样叫他们的 我看到其中一个在门廊画画 他是不是你家的艺术家呢? 林荫大道657号 渴望你们的入住 年轻血液统治了这里已经很多年了 是啊 他们会不会在地下室玩呢? 还是他们会很害怕一个人在那里? 如果我是他们 我就会很害怕 那里距离家其他地方很远 如果你在楼上的话 你永远不会听到他们尖叫 他们会不会在角楼睡呢? 还是你们都会在二楼睡呢? 谁的睡房最接近街道呢? 你一搬进来我就会知道 当我知道谁睡在哪间睡房的时候 我就可以更好计划 我可以透过林荫大道657号的所有门窗观察着你 我是谁? 我是The Watcher 在过去20年大部分时间里 一直控制着林荫大道657号 Wuz家族把他交给你 现在是他们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当我要求他们卖掉它的时候 他们都有听我的话去做 林荫大道657号是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的执着 贪婪将过去三个家庭 带到你林荫大道657号 现在将你带到我的身边 祝你搬屋愉快 你知道我会看着的 收到这封信之后 Derek和Maria就不敢再带小朋友 来这家屋参观 同时他们都暂停了搬迁计划 为了找出The Watcher的身份 Brothers夫妇再次在信里找线索 他们发现The Watcher在信里提到 自己看到有小朋友在门廊画画 但他们家的门廊位置很隐蔽 周围又有植物遮挡 只有在他们家屋里面 或者由旁边屋楼上的窗望进去才会看到 于是他们首先怀疑的 就是住在旁边的Lanford一家 根据邻居所说 他们一家人由60年代开始就住在这里 男主人12年前过了身 剩下90多岁的女主人Peggy 和几个平均年龄有60多岁的子女住在这里 时间上似乎跟The Watcher在信里所说 爸爸由60年代开始守护这间屋 很相似 不单止如此 邻居又说这家人也有点古怪 尤其是他们最小的儿子Michael 他年轻时曾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经常会做出很多奇怪的行为 例如偷偷地走入人家家的花园 又或者趴在窗台看邻居在装修的屋 Lanford一家的屋正正在林荫大道657号旁 由他们家楼上的窗望过去很轻易就可以看到门囊 而且Michael个人又那么奇怪 那The Watcher会不会就是他呢? Derek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个真空 于是他立刻向警察说出他的推测 不过警方说其实他们一早怀疑过Michael 所以在Derek第一次报警的一个星期之后 就找过他调查 但Michael就说对件事毫不知情 因为缺乏证据 警方都不可以某某言把他当成真空 另一方面 Brothers夫妇又在上一首屋主后中得知 当初他们买屋的时候 其实还有两个给他们出得更高价的竞争者 于是他们就想 会不会是因为其他竞争者买不到屋而怀恨在心 于是就扮The Watcher去恐吓Brothers一家呢? 不过经查证之后 他们发现原来当初的竞争者 一个因为幻想恶质而退出 而另一个就因为看中了另一间更新宜的屋 而放弃林荫大道657号 所以他们似乎就不会是The Watcher 那到底The Watcher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人呢? 就是几个星期之后 他们又收到第三封信 今次封信的内容比较短 大概就是问Brothers一家去了哪里 催促他们快点搬进来 只是几个星期就已经收到几封对Warcher的信 但警方依然都查不到对Warcher的身份 于是失望的Derek和Maria 决定自己去查出这个真相 Derek在屋子周围装了CCTV 又在夜晚的时候在屋里观察附近有没有可疑人物 同时他又仔细地研究附近一带的地图 结果发现符合听到他们叫小朋友的名字 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住在这两个条件的邻居 就只有Lanford一家 为了更深入调查Lanford一家 Brothers夫妇请了私家证探 又透过关系找到一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帮手 私家证探都认同对Warcher可以观察到Brothers一家这么多 很大可能就是因为他就住在附近 而且信里的用字和内容都滲透着旧年代的气息 所以估计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综合这两个条件 私家证探认为Lanford一家 和曾经住过在林蔭大道657号的人 包括他们的工人和管家都有可能是对Warcher 不过私家证探认为信的内容没什么威胁性 相信他不会真的做出伤害Brothers一家的事 于是他向Derek提议 不如试下发布有关林蔭大道657号的消息 例如要拆了一间屋来重建 看看能否引到The Watcher出来 Derek和Maria去找警察商量他们的计划 后来在警方协助下发布相关的消息 可惜The Watcher一点反应都没有 同一时间警方又再次找Michael陆后宫 但这次他们都是什么都问不到 Derek和Maria觉得不可以坐以待毙 于是他们透过律师约Lanford一家见面 要跟他们说清楚 在见面中Derek和Maria带了The Watcher的信 跟自己查到的线索过去当面跟他们对质 但Lanford一家始终坚持不是自己做的 双方在见面中没有任何结果之余 还搞到关系变得很僵 两夫妻被The Watcher的事搞到很大压力 Derek还因为紧患上抑郭症 每天都要靠食药才能睡觉 而Maria也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遗症 医生说只有不再跟新屋扯上任何关系才有机会康復 终于在2014年12月 他们因为无法再承受这种折磨而决定卖了一间屋 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搬过进来住 于是邻居就议论纷纷 大家都在讨论这间屋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令到想买这里的人却步 正因为买不出这间屋 两夫妇在2015年6月2号 也即是买了林荫大到657号的一年之后 就向前屋主提出诉讼 因为当地法例规定 如果这间屋之前有发生过事故的话 业主是有义务在交易前跟买家说回事 但前屋主就没有主动跟他们说收到对WATCHER的信的事 令Derek他们买了一间屋之后 蒙受金钱和精神上的损失 或者两夫妇是想透过控稿前屋主 来获得一笔钱去减轻经济负担 但可惜这一切都没用 法庭最终迫回了他们的诉讼 而获不单行的是 这次诉讼将对WATCHER的事曝光 因为事件太有故事性 大批传门争争力追访 他们蜂拥去到林荫大到657号门口扎刑 又不断想找他们做访问 对WATCHER的事一下子就闹得沸沸扬扬 令Derek他们想卖屋就变得更加困难 房子卖不出又没有人肯租 但他们还要还钱给银行 于是Derek唯有卖了他们本身住的房子 去还钱给银行 一家人就搬过去Maria父母家居住 与此同时 因为多了人留意这件事的发展 警方不得不再次投入调查 接手负责这件案的警员 发现当初的调查太麻糊 以至有些线索被忽略了 原来当时在Brothers夫妇 收到他们第一封信的差不多时间 林荫大道上有另一个住在那里很多年的家庭 都收到The Watcher的信 不过因为他们的小朋友都已经大了 他们觉得可能只是恶作剧 于是那家人好像Woods夫妇一样 看完封信就丢掉了 换言之The Watcher的目标 可能不止是Brothers一家 不单止如此 警方又找回那些信出来仔细调查 他们在其中一封信里提取到一些DNA 经过化验之后发现 DNA是属于一位女性 他们怀疑DNA是属于Michael的姐姐Abby 但可惜经过比对之后发现不吻合 有一晚 警方在林荫大道调查时 发现有架车停在林荫大道657号门口很久 他们觉得有可疑就上去看看 车上有一男一女 当中的男孩就住在林荫大道657号附近 而且他很喜欢玩恐怖类游戏 他用的网名正正就是The Watcher 警方想约他做更详细的调查 但约了两次他都没有出现 因为找不到他调查 这件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了了之 The Watcher的出现打破了社区的灵症 同时自从第三封信之后 The Watcher也差不多成年没有出现过 于是社区里面就开始有声音质疑Brodus一家 有人发现Brodus一家在过去10年里搬过几千屋 由一开始住在价值三十一万五千美金的屋 到后来的七十七万美金 再到一百三十五万美金的屋 他们认为Brodus一家的财富增长快得有点夸张 于是质疑他们会不会是买了一间屋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资金出现问题 于是就作了对Warcher的事出来想骗钱 因为一间屋卖也卖不出 在2017年Derek就听了律师的建议 打算把一间屋卖给发展商拆掉 再在那里建两间小的屋来卖 他们就这个计划向规划委员会提交申请 不过这个计划受到很多居民反对 住在Brodus家屋对面的一户 还请了律师来反对这个计划 最终委员会也是拒绝了Brodus夫妇的建议 虽然他们的计划被否决 但在没多久之后就有一家人想租他们的家屋 这个家庭有一个成年的小朋友和养了两只大狗 他们都说不担心对Warcher 但为了保障他们 租药里面也写了一条 如果再收到类似的信 可以允许他们退租的条款 就在他们住进去两个星期之后 The Warcher又再写信 由今次的内容来看 他似乎很生气 卑鄙的Derek和Maria 你想知道The Warcher是谁吗? 看看到处吧傻子 可能你曾经跟我说过 但你不知道The Warcher是谁 又或者你是知道 有很多新闻车进了这个社区 我经过他们的时候还听到他们在笑我 我监视你就好像你在黑暗的房里尝试找我一样 望远镜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 林荫大道657号在你们的攻击底下生存下来 他和好像军队一样的支持者 坚强地守在这里 他们将照我的命令 拯救林荫大道657号的灵魂 向The Warcher致敬 可能是一场车祸 可能是火灾 也有可能是疾病 也有可能是你们的宠物神秘死亡 所爱的人过身 在意外里骨头断裂 你们会被报复 The Warcher胜利了 幸好租客没因此被The Warcher吓走 他们只是在家外围装多了CCTV 虽然Derek又再去报警 但因为查不到什么 事件又再次被慢慢雕毯 The Warcher的事 吸引了很多制作公司的眼球 很多媒体都想向Borders一家买故事的版权 起初Derek他们对卖版权的事没有兴趣 直到2016年 一间电视台在无授权的情况下 用了这件事作为灵感去推出电影 The Warcher之后 Borders一家就开始考虑出售版权的事 2018年 Netflix以7位数字的价钱 打赢了几间制作公司 向Borders一家买到事件的版权 而由Netflix制作的The Warcher 亦在2022年10月在他们的平台首播 当中节目 认Borders夫妇的要求没用到他们的真名 而且剧集里的家庭 都为了不要太接近现实而有所调整 在2019年 亦即在这件事发生的5年之后 Borders夫妇终于以95.9万美元买了房子 在这宗交易里他们损失了40万美元 有传Borders夫妇在搬走的时候 留下了The Warcher的信的副本给下一位屋主 又留下了一张纸条 祝愿新屋主可以拥有他们梦想的和平和宁静 而神奇的是直到现在都没再听到有人收到The Warcher的信 至于Borders一家 有传Derek因为很害怕对Warcher威胁到家人的安全 而且他也不想再留在那里面对邻居奇异的眼光 于是他曾经想搬来这个社区 不过因为Maria对这里有情意结 他坚持要住在这里 所以目前为止一家人都还住在Westfield这个城市 到底对Warcher是谁 为什么他要做出这么可怕的事 他的针对对象是不是Borders夫妇 一切都是一个迷 但在这件事里Borders一家真的非常可怜 他们这么努力赚钱都只是想买一个舒适的家 但这家车买了没多久 甚至连住都没住过就要买出去 亏了钱之余 还因为The Warcher的事 搞到精神出现问题 这家人真是非常无辜 希望Derek和Maria可以慢慢走出这个阴影 也希望不要有人再受到The Warcher的折磨 喜欢我们的 记得做齐comment like and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 那我们出新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啦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150AMB 留意着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我们互动 下次再见 拜拜